这个意思说到这里呢 就非常清楚了 那我们就知道 阿弥陀佛 广师 给一切念佛人的 这功德宝 是阿弥陀佛 无量节来 不只是五节 无量节来 所修的功德至宝 这是什么呢 极乐世界 一真装一 把极乐世界 不是给我们了 把阿弥陀佛 不是给我们了 我们只要 掌握住这一句名号 到极乐世界 弥陀佛所修的功德宝 我们统统享受了 那么这些功德宝里面 最重要的 是法宝 那为什么 身到极乐世界 并没有称福 虽然 得阿弥陀佛 功德宝的加持 也得到了 阿弥陀佛 是菩萨的享受 这个不容易 阿弥陀佛 是明心 尽心的菩萨 我们没尽心 也没明心 可是在极乐世界 我们的智慧 德能 神通道理 都跟 明心尽心的菩萨了 差不多 都很像 这是 弥陀功德宝的价值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么这种修学环境 我们一生 决定成就 这个法门 确实 简单 容易 稳当 可靠 而且 真的 像经上所在的 极云 极顿 此地所说的 至妙 无上 这一句名口 一定要把它念好 念不好 是我们没有认真去念 为什么呢 我们有很多杂念 有很多妄想 没有办法放下 念佛这个法门 古代德说的很多 最重要的 就是我真想到极乐世界 真想见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真心 这个真心呢 是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 有什么样的 是 我